终于有机会在场地里面试驾银河L7了 拥有神盾电池安全技术 全新一代雷神电混技术 和全新的银河NOS系统 由于在上海车展已经与各位小伙伴们见过面了 所以外观部分我们就少说那么两句 解锁它 外观采用联谊美学设计 确实看起来有点水光炼焰情方好的感觉 分体式的头灯组 点亮时还有水波纹的效果 封闭式的中网设计 但是为了散热还是保留了下中网 智能驾驶方面的解决方案是超轻的摄像头 以及毫米波雷达 双侧的车身设计年轻人们都很喜欢 轮网是20英寸 前后轮胎规格都是24545 而且选用的是GOOT-E的EGO F1 成本有点高啊 车身尺寸好像已经打在屏幕上方了 轴距2785毫米 在紧凑级SUV里边 那个谁和那个谁 轴距都没有踏场 多边形的尾翼里面有秘密 别看了 顺一刷 上了车以后 首先是视觉方面 三块液晶屏幕加上HUD抬头显示 以及比较简洁的设计和手机的无线充电 科技感营造的是非常不错的 10.25英寸的液晶仪表 逻辑很清晰 而且它的清晰度也是极高的 今天在这种艳阳高照的情况下 没有发现特别明显的反光现象 然后是13.2英寸的多媒体触控屏幕 它采用了8155芯片和全新的银河NOS系统 基本上常用的功能都显示在初始界面了 而且人机之间的交互是可以实现 除了导航、听音乐、开车窗等等之外 下滑、放大或者是选择第几个子菜单 完全可以在驾车的过程中不用手去操作 就完成无数的功能 表现真的是挺好的 而且反应速度方面特别的快 比我们摄像大哥见着他媳妇跑的还要快 然后在副驾这边有一块16.2英寸的娱乐屏幕 里面集成了很多的第三方APP 比如说你可以用爱奇艺给小朋友放一个野猪配棋 或者是在开车的时候 副驾觉得有点无聊 打开喜马拉雅去听个寡婆门前是非多 对吧 它解决了一个在开车的过程中 副驾骂主驾的世纪大难题 然后在储物空间方面 常规位置都是有储格的 但是尺寸方面就没有什么明显的亮点了 乘坐方面算是要大大去给点一个赞的 前排的座椅支持通风加热多项的电动调节 多点的按摩以及腿拖之外 还支持一键躺平功能 哇真的是太棒了 就是不知道我这个工作什么时候能一键躺平 老板你说能行吗 然后除了这些方面也是有一点点小的槽点的 整体在车内大部分都被软性材质所包裹 但是在副驾的手套箱位置 如果说能用软材质的话就会更好了 毕竟有的时候车内坐满乘客 副驾可能会卡到腿 如果是硬的话就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难受了 你们说是不是 坐肩后排 头部空间是这样的 腿部空间是这样的 中间地板有一点点的隆起 但是我穿43号的鞋 没有问题可以放在下角 像灯光扶手挂钩 空调出风口 USB充电口 Type-C的充电口 扶手箱等等这些都是提供的 而且后排靠间的角度也是偏大的 所以坐在这 哇好舒服啊 也可以享受Infiniti的音响 不过我现在并不能躺平 因为我要去开一开它 我们优先体验的是非铺装路面 小凹坑和大凹坑 这一段路在日常生活中 其实是经常可以预见的到的 那么我们看一看银河L7到底表现如何 好这是小的凹坑 车身是比较紧致的 而且初段它的反应非常的灵敏 过了凹坑之后又感觉车内没有什么特别多的 这种混响和回响 所以就会让人很少产生那种 觉得低音很重而鸣的感觉 这是小的台阶路 也是同样的 全家处理的非常干净利落 而且车内没有特别明显的回升 好接下来我们进大的凹坑 这个有点类似于我们在高速公路上 偶尔会遇见的那种起伏 尤其是在上下高架桥的时候 整体车身也是明显感觉得到拉得很紧 用稍微不太易懂的话来说 悬架的阻尼其实是很大的 而弹簧的初段又显得没有那么的生硬 接下来返回水泥的非铺庄路面 这个就和我们在一些 比如说旅游景区等等地方 遇见的情况是非常接近的 好进入路面 刚才我也坐在副驾去体验了一下 说实话 比我想象的舒适度要高了一些 而且我也问了我们后排的摄像大哥 他也觉得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那种晕车感 现在车速是60公里每小时 整体的震动并不是很大 也不会出现那种说话电风扇声音 好这一圈我们就马上体验完毕了 整体大概的表现就是这样 知道我为什么抱一个头盔吗 是因为一会儿要在大环道上面进行 急速的测试 银河L7系统最大的组合功率 达到了287千瓦535牛米 0-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是6.9秒 我真的有点迫不及待去急速一下了 走 最终我们在大环道跑出了236公里每小时 这已经非常快了 现在要体验的是加速和刹车环节 银河L7官方0-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是6.9秒 刹车成绩是36.8米 我们来看一看有没有虚标 开始 冲呀 哇 这个刹车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我们看一眼成绩 加速是6.7秒 然后刹车是36.4米 完全优于了官方的成绩 所谓慢慢人生路 谁又不会偶尔迷路呢 当然了啊 我接下来要做的可不是那个迷路 而是正规的迷路测试 那其他的同价位级别车型呢 基本都在75公里每小时以下的成绩完成 所以呢 一会我要开到75公里每小时直接冲进去 只要能完成 那么就说明是吧 那个啥 嗯 你们懂的 走 出发 好 好 加速 50 70 75 好的 准备 没有问题 我没有碰到桩 完成了 厉害不厉害 所以这就说明了什么 我厉害 车也厉害 嗯 简单来形容的话 就是他好我也好 明白吗 蛇行照装 你们准备好了吗 如果说一会儿我钻进去 你们觉得没有体验感的话 那就晃动屏幕吧 这个呢 对悬架是有很大考验的 那么走我 哎 比较轻松啊 这个转向还是很准确的 没有任何的问题 比我想象中转向的准确度要高很多 而且悬架给我的回馈呢 是他还能够比这个极限再高 所以还是表现挺不错的 有言有志 有舒适性 有科技感 有架控 还解决了世纪大难题 现在就差一点了 值不值 这一点啊 就要等到上市发布价格 才知道了 毕竟好的车也要有好的定价嘛 我猜啊 你们不敢在留言区里边猜一猜 他的售价会在多少 我们下期再跟小伙伴们见面了 Goodbye 伴们